馬上介紹這個 很有價值的一段表演 價值 2018年是世界魔術大賽的冠軍 到我們節目來了 真的2018年了 真的是熱騰騰的 對 這次飛哥面子真的太大了 他自從得到冠軍之後 所有的節目競相的邀約 他一律拒絕 對 這個完全拒絕 他只為了要挺飛哥 專程從上海 來我們台北上飛哥的節目 真的非常感動 對啊 飛哥一通電話說 我要看到他 他說馬上就OK了 對 這真的很給面子 對 他的魔術能夠拿冠軍 那一定是經過專家評審 對 那不是開玩笑 在韓國耶 也就是我們非常讚的觀眾朋友 才看得到他的表演 好不好 今天很高級邀請他 為我們表演他眾多魔術 其中的一項 冠軍的節目 好不好 我們一塊來歡迎他 Mr.Erica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可能 都變化了 都變成化了 好厲害 好厲害哦 國術大師啊 果然是 真的 世界冠軍都不是開玩笑 真的 請到 來,餵一下 餵一下手 沒手了 不是 他手裡面有那種苦帶 苦帶 厲害了 剛剛那個實在是神乎其極 他的表情會讓你激發起你那種 童年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他本身自己都很好奇 對 好像他自己也被魔法控制 真的 那種感覺 我想這個是韓國人 為什麼給他拿世界冠軍的 對 因為他是台灣出生的 但是在美國長大 對 美國長大 我四歲就到美國了 幾歲 四歲 四歲 那你為什麼還會講國語 對啊,這麼標準 因為其實在家裡還是會講中文 但中文進步這麼多是因為 15年回台灣當兵 當多久 三個月的 一年 一年的還不是那種四個月的 這才是真的愛台灣 對 對 真的有保護到我們 真男人 真的 要當兵 真的,那在一年裡面收穫很大吧 對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就是沒有想像 大家說的那麼 酷 對,那麼苦 對,我覺得還滿有意義的 怎麼講 怎麼講 學到很多嗎 對,我自己是學到很多 因為其實我當兵的時候 我是當心理輔導的 因為我的大學是心理學 對,所以是當心理輔導 然後可以認識到很多人 很多不同的背景的人 就覺得還滿有趣的 剛剛那些 前面的前奏的魔術 我們就嚇到了 對耶 好可怕哦 接下來要表演一些 可以讓大家過來看 一起來 走動 來,我們來看看他的手法 來 今天我想跟大家 先玩一個遊戲 這遊戲其實非常簡單 是國外在美國那邊 還滿流行的一個遊戲 是在酒吧玩的 遊戲規則非常簡單 拿著一個硬幣 讓他敲桌子 彈起來的時候 要讓他進杯子裡面 因為在美國 像在酒吧裡面 BARTENDER就會跟他的客人玩 所以客人就會拿出自己的零錢 然後丟 如果沒有進的話 BARTENDER就會把你的零錢拿走 當上 就輸掉了 對,可是如果你進的話呢 BARTENDER就要請你一杯飲料 一杯酒耶 我們要請你一杯酒 你們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 先試試看 可以可以 我來試試看 對,你不要直接砸杯子 這杯子會碎掉 沒關係 你也可以試試看 直接彈 來,安妮試試看 我應該不會吧 你跳不起來吧 快了 快了 果然是外國人的遊戲 他會比較厲害 來,飛哥試試看 會破 快破了 快破了 還是獨立 你試試看 你不是美國人 你試試看 你比較會玩這個遊戲 他們都唱去酒吧 這個 不行 來台灣太久了 彈性不好 我再給你們多一點機會的話 其實你們還是不會進的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不可能對不對 因為之前美國太多人 知道技巧是什麼 一直進一直進 BARTENDER就要一直免費給飲料 他們就開始會進 所以他們想到 如果我鋪一個桌布,軟墊 他彈的時候硬幣就彈不起來了 像你們剛剛很用力彈 都一直彈不起來 對,因為有軟墊的關係 對 軟軟的 可是魔術師玩這個魔術 就不一樣了 是嗎 我們來試試看 你要試試看 四顆硬幣 對 杯子先確認是空的 對 對不對 對,可以看到嗎 好,看好 第一顆硬幣 四顆硬幣從這邊 對啊 發現 什麼 什麼 第一顆硬幣就直接 飛進杯子裡面 所以直接散開 隔空抓藥 怎麼會這樣 好厲害 再來一次 可是它可能太快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三顆硬幣也是一樣 一顆放進去 是 仔細看好了 一、二、三 什麼聲音這樣 可以 在我們面前耶 我想要挑戰一個難一點的玩法好了 再難一點 這樣子好了 你把兩顆硬幣放到我手上 對,把兩顆硬幣放在我手上 兩顆 兩顆 我這樣可以當然是三 你看 來,再把兩顆放進杯子裡 好 對 好 非常好 不用緊張 我怕我拿錯了 兩顆硬幣 兩顆硬幣確認一下 對 這一次我要挑戰 飛過去的時候 它是無聲的進去 無聲 把它丟進來 然後還能不出聲音 怎麼可能 不可能 仔細看好,兩顆 好 你看,裡面只有三顆硬幣 是 是,是假的 沒有,沒關係 其實最難的是這樣子 再把這顆硬幣 變回到手上 這個才是最難的 哇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喂 喂 好,開玩笑 再一次 兩顆硬幣 兩個,對不對 對 仔細看好 好 從這邊 又要騙 有沒有發現 這邊 一、二、三 真的耶 走一遍 真的只剩最後一顆 來 來 真的很厲害 怎麼可能 我都在你身邊 我都一直看著你的眼 我一直在他身邊 我也沒看到啊 你怎麼這樣子 絕 好,最後一次 你手伸出來 我握住 幫我握住杯子 握住杯子 對 來 最後一顆硬幣其實比較難 因為你握著 你麥克風先放下來好了 最後一顆硬幣 看好 三枚硬幣 不然你手蓋住 好,看好最後一顆硬幣 我看 真的無聲的應該是長這樣 有沒有感覺到杯子變重了 好 你搖搖看,是不是感覺變重了 搖搖 我講實話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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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一下 把手打開 把全部硬幣倒在桌子上 你們可以看 四個 怎麼跟這四個啦 要進去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很多人會懷疑說 魔術師是不是偷藏一顆 硬幣在杯子裡面 對啊 可是真的,真的有啊 你們可以仔細看 裡面真的有一顆硬幣 真的嗎 沒有啊 沒有啊 看不到的話沒關係 我幫你敲出來 他敲這麼大 這麼大 很大 太大 太大了 我們沒看到這麼大的啊 晒不進去 對啊,晒不進去 他穿哪裡去了 這麼大一個 你都看不到 我們在看著 對 他怎麼看得到 他是魔術師的 這怎麼變出來的呢 飛哥好可怕 他穿哪裡出來了 太厲害了 我們完全不知道耶 技巧在哪裡 掌聲鼓勵 對 超強 看得出來我們艾瑞克 一定還有其他很可怕的東西 對 所以這一次回來 下一次一定跑不掉 我們電話又要去了 對 好不好 希望下次再到我們節目來 謝謝 來,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艾瑞克